继续做练习 现在就是有真正的所谓的融化气化的问题要出现了 360公克20度C的水放入40公克0度C的冰 混合之后温度有多少 告诉你水的比热冰的融化热 前面提示过了这种有融化的问题 有气化的问题要注意整个过程有分几段 然后呢基本的算法当然还是一样 放热等于吸热加上散热怎么算热 H等于MSΔT现在多一个M乘Q 如果有融化气化问题的话 那要注意它总共分了几段 它总共分了几段 它总共有两段 冰块的吸热分两段 第一个要从我们的零度C的冰 要变成零度C的水 再从零度C的水变成T度C的水 所以它会有两段 一段是有温度变化的 要带MSΔT 一段是没有温度变化 要带M乘以Q 所以我们的放热是20度C的水在放热 MSΔT 20度降到T度 20-T 然后呢 右边的是冰块的吸热 第一段是要从零度C的冰变成零度C的水 温度没有变化 M乘Q 冰的融化热80 所以40乘80 然后再从零度C的水变成T度C的水 这个时候是有温度变化的 公式叫做MSΔT 质量乘比热乘温度变化 那因为是三态变化 所以质量不会变 所以40公克的冰融化出来 就是40公克的水 所以质量都带40 这样我们列式就列完了 然后就是数学 认真 努力 的计算 不要出错 答案就会出来叫10度C 要10度C OK 简单小问题 那换各位停车战戒问 40公克-10度C的冰 跟60公克82度C的水 拉在一块 请问你热平衡是多少 那给了水跟冰的比热 跟冰的融化热 那这样子是多少呢 跟刚才一样 基本想法就是放热会等于吸热加上散热 怎么算热 H等于MSΔT 还有M乘以Q 如果是融化气化就是M乘以Q 如果有温度变化就是MSΔT 他只是啰嗦 他只是啰嗦 只是烦 你要搞清楚 或者是凝固过程 OK 所以看要你要分几段额 来 可爱小女生 有可爱小女生吗 有 No.2 2号 你的答案 你说什么 你可以说不知道吗 你可以说不知道 你可以说ID 这里答案选出 好棒棒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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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要说IDK吗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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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样放热等于吸热加上散热 怎么算热 H等于M HDRT加M乘以Q 但是你要知道这时候冰块吸热有三段 要先从-10度C的冰变成0度C的冰 再从0度C的冰变成0度C的水 再从0度C的水变成T度C的水 所以这里的吸热过程有三段 然后如果是有温度变化的要带M S Delta T 没温度变化要带M乘以Q 所以我们的 82度C的热水在放热 所以M S Delta T 60乘比热一乘温度变化 接下来是要先算 -10度C的冰变成0度C的冰 老师说算什么带什么 算冰块就要带冰块 要用冰块质量乘冰块比热乘冰块温度变化 所以这里的比热是0.55 他告诉我冰的比热有多少 然后呢 再变成0度C的冰要变成0度C的水 M乘以Q 所以冰块的质量乘以冰的融化热80 所以第二段要40乘80 然后再变成0度C的水要变成T度C的水 冰化成水质量不会变 所以质量还是40 然后M S Delta T 比热1 然后呢0度变成T度 所以T减0 再一次是说算什么带什么 最后这一段是水了 所以算水要带水 要带水的质量 水的比热水的温度变化 这样我们就把式子列完了 就成功了 或者成功一大半了 正确列式后面就存在数学问题 数学不会算就不要找我了 一找小学老师跪 就开始算一算 在左边移右边移 瞧一瞧提一提拉来拉去 答案就会变成 15度C 这又是我们的练习21 这个 OK吗 OK 接下来 下一题同质容器 哒哒哒哒 这题跟前面有什么 不一样呢 因为这一题的同质容器 有告诉你它的质量有多少 也有告诉你它的比热有多少 所以这一题同质容器要算它的吸热 这个容器是会吸热 一开始装二十度C的水 所以表示同质容器一开始的温度也是二十度 最后拉来平衡完之后 那个容器的温度也多少度 一百 因为沸腾了嘛 同选项看出来说 有没有全部的水都变成水蒸气 没有吗 你多少功课 表示只有一部分的水会变成水蒸气 想法还是一样 放热等于吸热加散热 然后怎么算热 S等于MS加RT加M乘以Q 一样 要注意它总共有几段 总共有几段 你的二十度C5是适合的水 温度要变成沸腾 沸腾 这里到底有几段 还有就是刚刚你讲过的 这一题不一样的地方是 同质容器的吸热要算 因为它有给你同质容器的质量 也告诉你红的比热 所以表示我需要去算 同质容器的吸热 这通常我们都没有去算容器的吸热 所以这一题比较spatial一点 比较spatial一点 那答案应该是多少勒 我很想问你知道吗 这两个大哥我很想问你们 这个女生也不在了 我要问男生了 男生叫做永逸哥23 起立 讲20啊 很好 总共四百克只有20克变水蒸气 请坐 400克 没有 对 四百克是同块 水是100克 水是100克 一样 放热会等于吸热加上 散热 算法是H等于msdelta t 加上m乘以q 一样 他有分段 但只有s公克的水蒸气有分段 他会要从20度C的水 会变成100度C的水 全部都这样子 然后有s公克 的水会100度C的水要变成100度C的水蒸气 然后这一题要两段 他刚刚讲过了 这里的容器吸热要算 我有给你容器的质量 我也告诉你容器的比热 所以容器吸热要算 好 那就开始做 msdelta t 是谁在放热 下去的同块放热 同块质量乘同块比热 乘同块温度变化 一开始825度C 弄到水沸腾100度 所以末温100 所以825减100 后面呢 有一个54克乘1乘100减20 这是全部的水 通通要变成100度C的水 20度变100度 所以msdrt 然后有s公克 气化沸腾了 所以就要x乘540 这个叫做水的吸热 水的吸热 然后后面有一个 100乘0.09这个是 容器的质量 乘容器的比热 乘容器的温度变化 一开始装20度C的水 所以容器20度 后来水沸腾了 所以容器温度100度 所以后面多了这一块 容器的吸热 那如果你的劣势很正确 就没有问题 后面纯粹是数学 就是 层层一层啊 一来一去啊 算一算啊 喇喇呀 这样过来 然后再来移向一下吧 所以答案就是39公克 339公克 那就是 跟我们前面做的题目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 我们到底 吸放热分了几段 那么最后这个练习22 更特别一点是 它的容器的吸热是要算 这就是 我们跟各位介绍的一些 简单小练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